新美式板桥2号下午一辆试驾超过1600万的蓝宝坚尼超跑 在路上吸引了民众的目光 因为他是被拖吊车拉着跑 有网友募集过程拍下了画面 现场执行拖吊的人员用短短10分钟就把车子拖走 也引起围观民众讨论 路边红色拖吊车好醒目 不过目光再往后看 这辆灰蓝色的小牛蓝宝坚尼更是超级吸睛 名车超跑违规停红线 立即被拍照举发 车也就这样被拖走 我那时候要去阻止的时候 他就走了 拖吊人员手脚超快 短短10分钟内 小牛马上被架起拖走 新美式板桥区广和街2号下午 一步试驾超过1600万的小牛超跑 违规停在红线上马上被拖掉 民众目睹这霸气拖吊也是惊呼连连 而业者也坦言 拖吊这种千万超跑确实很有压力 是会使用特殊的千金顶 用固定绳绑牢 防止他脱掉回程中脱落 脱掉的时候没脱好 车子整台掉下来是有看过的 维修费一定是破百万 担心拖这千万超跑的过程 伤到车体操作人员都有备而来 脱掉车后方也都加装行车记录器 就怕一个万一赔也赔不起 而这部蓝宝尖尼的车主也在脱掉后 三小时内马上取回爱车 仅付罚单900元 还有一致脱掉费880元 只是这样没了隐形声 反而狼狈遭脱也是引起不少话题 记得最后报道